大家好,我是纳兰小宝 现在咱们在全国有50家纳兰小宝的自驾车录营地 到时候你在百度高德地图上一搜纳兰小宝自驾车录营地 今天出了一部分,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咱们说个话题,说是这个灰水箱拍屋口的事 现在咱们这50家录营地将采用的统一的三寸的对接 对接的这个发门 这样呢,就是呼吁厂家呢,也能采用这种三寸的这个灰水箱 或者黑水箱的这个拍屋发门 大概也就是,你看这个,也就是这样 这个呢,很有必要 因为现在咱们这个灰水箱 现在咱们这灰水箱的水乱排啊 主要就跟它有关系 现在你没法对接啊 你看人家这个车设计的,你不论在左侧右侧 你方便的一拧,你看这个对接的这个 一下下来了 然后又往上一卡 看,这个都有卖呗 而且这个呢,你带上这个就方便了 以后呢,到了营地呢 咱们营地这个口呢,统一的都统一了 所以说这样呢,也呼吁厂家生产房车的时候呢 你不论这个,不论是灰水箱还是黑水箱 都采用这种三寸的标准的这种阀门 这样呢,来了咱们到咱们营地呢 你到咱们营地有下水 下水往上咔一卡就得了 这样呢,便于使用吧 现在啊,个别车主没用过房车的不理解 这个东西非常别扭,你知道吧 我在17年的时候,在海南,在大东海 都知道,在大东海停车 大东海停车会非常紧张 一挪地方就没了 你就没地方了 关键是你没有办法排这个灰水啊 你哪怕就是接成这样,说句实话 就接成这样,他这个没观言看样式 接成这样 你就是,咱们没有灰水箱 咱找个桶接在这儿 或者找个盆接在这儿 你能把这灰水箱端走啊 你不能往地下流啊 所以说这个非常非常有必要 特在眉睫啊 希望那个厂家呢 能呼吁厂家更多的能采用这种 你看他这个 这样你接个水桶 接个什么 你都能方便往外接 咱们的不是 咱们就给你直接装到车底下了 你有这个弯头 你看看人这出来 这是美国的 这你到哪你好接啊 有时候不是车主素质低 那你没法 车底下 你根本没法接 你塞个桶一都塞不进去 所以说导致的那污水外排 为什么说很多地方 那个排斥房车 不欢迎房车 就跟这个污水这个乱排 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所以咱们呼吁厂家 那个到时候统一了 就用三寸的这种这个拍步法 然后我这营地呢 统一的 现在我这有五十家营地 等我建到五百家营地的时候呢 我呼吁可能会起点作用 现在咱们这没办法呀 你现在 你给你看看国内的在哪装着 看看这辆偷挂吧 这你没没办法 所以说 在这 你看 这个是一拉开关 他这个还是三寸的 就是 但是你说你接到那了 你一拉排地下了 你没法外接呀 你这个 哪个车主 你说上趴到底去 就接他去 所以说这个你把它接出来 接到外面这个部位 跟像刚刚那个车似的 他就是车主 不是车主 说就是咱们就素质低 这没办法 这个还能看着呢 有的那都看不见 所以说呼吁房车厂家 在生产的时候呢 你把这个给接好了 然后你买房车的时候 如果这个厂家这个灰水箱 不是这个口啊 你就别考虑买他车了 这样能 能 能啥 你看咱们再看看他这个车的啊 你就 导致你 我那黑天半夜 偷偷摸摸跟做贼似的 出去放 放灰水去 找那个紧币子 你没办法呀 你接不出来呀 这个也是 这就是统一的 这你说 这个车 这在这呢 这个首先 它不是三寸的 它不是三寸 这不好对接呀 你再把它接着块管的 你把它那个管 和在房门 放到这个位置 这个 这个皮革 它那个多少强点 但是呢 所以说希望呢 这个孔 孔镜统一了 然后你这样 你便于 到哪里便于 排 这个 这个 这个车是 你想想这谁 那个车主 钻在底下去拽那个发门去 现在这里头 我这 钻在这 这柜子地下 这能拔了着它 也不方便呀 所以这个造车 这个它就没考虑 当时想那么多 哎 你看我这个 这个营地车 这个倒行 营地车这个 就是这个营地车 这个 这个能看见 我记着 按在这边能看见 这是咱们公司的名字 啊 蓝小宝 科技服务 房车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这个我记着是在右侧 这个在这呢 这个 这个黑管 这个黑管是 它原来的管 后来这个白管 是咱们接上的 直接 这个直接就接 直接就下水了 所以说你这个 还就得 就得厂家合作 厂家不合作 要不就是你买车时候 你瞪大眼珠子 它不是这样 咱们 不是这样 你不买的车呗 你告诉他 灰水箱必须在右侧 为什么说必须在右侧 因为咱们中国这马路沟啊 马路咱们都靠右侧通行 而且 因为每一次 你不是都放在营地里头 有时候你在马路沟啊 在哪里也要乱排的 这不是当素质低 是现在没那么多营地 然后所以说呢 你这个 一个是在右侧 你停到右边 停到右边 一靠边 就直接能排到外头 外水沟什么的 反正你不管左侧右侧吧 这个根据车辆设计的不同 你这个东西 你这个东西 反正你肯定得方便啊 你不方便 你导致的 人们可不就是乱排呗 所以房车现在在海南 在哪都不受欢迎 就跟这个有很大很大的原因 你看我这个营地 建了这么多的这个 这白色的都是下水的 下水 下水的口 但你使不上 你那车你没法对接啊 所以说这个就是 这就是弊端嘛 所以说呼吁呼吁啊 呼吁大家买车的 然后呢 它不是三寸的 不在右侧 不方便 你便买的车 我跟你说 以后呢 你的麻烦大了 到哪也不受欢迎 然后呢 这个统一的呢 厂家也是呼吁 你怎么也是花钱 你花三寸的跟二寸的 差不了几毛钱 差不了几块钱的事 你就拿三寸的统一了 这样呢 以后呢 营地建多了 那个 也就都方便了 而且我这营地 都是收费标准 是只要是我的会员 那个停车 包括用电 收三十块钱 不用电 就是就是十块钱 这个 现在我所有的 这五十家营地 全是这样的 然后你怎么找营地 你就搜纳兰小宝 自驾车录营地 就能搜到 那个 咱们打造平价的营地 符合老百姓用的 符合老百姓使用 然后我八号出发 去西藏 甘南 先去甘南青海 都是寻找录营地 然后朋友们 你有身边 有适合 建录营地的地方 只要能停开 十辆房车 有水 有电 有厕所 最好能吃饭 住宿 这样呢 因为咱们这个是 自驾车录营地 自驾车录营 俱乐部 那个房车只占三分之一 自驾车占三分之二 所以呢 这个自驾车呢 更能能给你创造 二次消费的机会 就说这么多吧 白白了 白白了 白白了啊 海 歌 派 lt 。 所以 嘞